陈女士说前段时间经朋友介绍 了解到慈禧有家一番健身俱乐部 她看过照片以后决定办卡 选择这个地方是第一是因为距离家可能比较近一点 然后第二呢就是有个泳池 怎么确定这些东西都符合你的要求呢 就是销售会发一些图片啊什么 那图片不就里面有泳池啊有健身器材啊 10月7号陈女士通过健身机构的小程序 购买了一张五加一年家庭卡 价格是八千七百七十六元 当时她还没有去现场看过 17号陈女士带女儿第一次过去游泳 因为他们顶很低 然后呢就是你人高大一点呢 在那里也占不值 然后泳道呢也不是什么标准泳道 就是一个不规则的泳道 然后呢人又是很多 感觉在里面就根本怎么游不了 从机构的图片可以看出泳池有四条泳道 其中两条泳道比另外两条短一些 陈女士说带女儿来的那天是周二晚上 她最介意的是人多 我说能不能就另外出钱再包泳道之类的 她说不可以 我说我另外找空一点的地方去 我说你给我退卡行不行 她说不予退卡 不过根据小程序里的会员章程 会员因自身原因要求终止合约 自缴清本合约所有费用之日起15日内 可申请退款 扣除相关合理费用 并扣除合同总价款 30%违约金后退还余额 陈女士认为按照这条规定 会员卡是可以退的 采访时机构的负责人不在 记者联系上一位许经理 那这个条款在你这里有没有效 效果是有的 因为但是这个是我们一切都是按合同走的 但是因为有些客户的话 因为无理原因的话 我们稍微都会拖一下嘛 那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协商了以后 那我这边的话就按照我们的 这个正常合同的一个事情 去跟他走就可以了 他不是就是像人家的是锻炼不了啊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像这种是特殊原因嘛 陈女士反馈 双方还在进一步沟通 如果协商不成 他会向市场监管部门求助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